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岸关系如何突破重围 其实一张卫生纸就已经捉襟见肘了 卫生纸含涨这个周末全民疯抢 消保处除了说废话无计可施吗 物价已经涨到怕 我们的政府也只能袖手旁观吗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首先是前总部发言人罗志强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唐慧玲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面的立委沈富雄 大家好 以及财经专家卢彦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郑诗成 前辉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好 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我们看到两岸的国安战队一字排开 包括了蔡英文和习近平 我们先回到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这是蔡英文总统内阁改组的部分 其他由他所定夺的是在于 国安团队的部分也改组了 好 那么是由谁上台担任 这个陆委会主委换掉了张晓月之后 那么是由他的前同事 那么当时在蔡英文担任陆委会主委的时候的副主委 陈明通 在2000年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陈明通在过去呢 也曾经是扁政府时期的陆委会主委 所以这一次呢 回国再回国 包括在2000年的时候担任这个主委的蔡英文说 一个中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台湾人民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未来的一个中国 换上了陈明通之后 两岸关系会有解吗 我们知道继续看下去 可在此同时 这个周末我们看到了习近平这边也有动作 也有动静了 25号的时候呢 这是中共中央已经要删除这个宪法 中国家主席还有副主席 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 这个部分要废除 那么另外呢 习思想也要入线 那么换句话说 习近平有可能会无限期掌权 他的绝对权威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在台湾 支持度25%的准跛脚总统 对上的是毛泽东 邓小平以来最强的领导人 好 您接下两岸关系如何走如何发展呢 同时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就是在习近平这边的国安战队 在三月份就几乎到位 那么未来呢 毫无疑问的是 将由目前这个国台办的副主任 来刘洁一来接掌国台办 那么只会更硬 因为呢 他是属于强硬派的 在过去的今日 是军控司司长 以及大陆驻联合国大使 好 看到这边 我先请教志强 就是说 蔡英文千算万算 到底没有算到这一步 我们自己这边 国安团队改组了 那还有算到习近平这边呢 也有这样风起云涌的大变化吗 事实上我觉得 蔡团队基本上 因为这个习近平 他可能会打破连任的一个 任期限制 这个部分已经传闻很久了 所以我也有曾经 私下我们有一些聚会 也包括也有绿营的人士在里面 他们也有谈过这个类似的话题 从19大之后就看得出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想来他们也知道这个状况 跟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知道没有用 为什么呢 我们看这整个局面 其实先从 就是从台湾跟大陆方面来看 在台湾这边的话 实际上蔡英文总统 你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对于所谓的选举 就是清缴政党 对手政党很强势 内政他是在挣扎当中 但有一样东西 他是很明确的 政策很明确 就两岸 他几乎是处在放弃的状态 你看他每一次出来讲话 已经是在就是和尚念经 已经老调重谈 那你说包括用的人 是四成名通 还是张三理事王五 都已经根本不重要 基本上两岸这一块 你放上去 他选人就是一个木偶一样 就只是复述过去的讲法 基本上他既无新改变 也无力改变 可是问题来 可是他换上成名通 是个中国通 对 是支中派 对 基本上他用李大为 也是一个外交通 对不对 所以外交一样是 没有用处 对 就是你用的人通不通 关键是总统通不通 总统不通 用谁 用玉皇大帝都不通 因为总统就不通了 所以这是我刚刚讲 就是说 基本上台湾这一方面 你就发现 这个除变不惊 不变应万变 反正就是一招 摆烂到底 就是不理会 因为他也认为说 他管不了中国大陆 发展的大局大事 所以既然管不了 他干脆就专心的 去搞国民党 专心去搞妇联会 或者专心去搞所有内部 他觉得是可以扩张权力 跟所谓的绝夺资源的部分 但现在关键就是在于说 大陆的部分 大陆部分如果说今天确实 任期制被打破的话 那么实际上将来两岸关系的一些 想象空间就会减少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任期制是一个很传奇的东西 因为任期制每个人都被限制住 所以每一个在任期制的时候 他会出现两个现象 一个是看的时间点比较短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实际上会比较有想象空间 因为换个领导人 大家就觉得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可一旦任期制被打破 我就是一路做到底的话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 习近平他的整个逻辑 他会变得是更长线 为什么 因为他实际上不再受短期的影响 第二就是说 你也不可能去既望所谓领导人更替 所造成的所谓政策的改变 也就是说习近平意志 就是他一个一锤定音的永远的意志 那这种情况之下 遇到蔡英文 如果说你今天还是那种 不变应万变的话 实际上你是不可能去应对新的形式 因为大陆方面的态度跟政策 他会看的是比较更长线 而更长线是什么 一路看来大陆其实不是迅速趋于强硬 他是在缓步趋于强硬 对于台湾的政策 那这跟大陆一直都认为说 大国崛起 权力在我这边 时间在我这边 所有的一些条件在我这边 如果说我今天只要对台湾 是慢慢逐步的强势的话 实际上他认为台湾的问题 对他而言的解决是早晚的问题 那这是蔡英文团队 恐怕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不过蔡英文也觉得很冤枉 我没有以不变应万变 我明明就变了 变给你看 还在前几天的事 我的国安团队就是换人了 尤其在两岸这一块 我就是换掉了张晓月 换上了陈明通 我有心想要好好经营这一块 所以我们人民 当然也会有点点期待说 那两岸可以荣兵了吗 陈明通是不是真的可以 比张晓月有一些更多的作为 基本上陈明通这个人 当然是在这个陆委会的时候 一直四年来 就是之前 贬政府时期担任这个 蔡英文的副手 所以蔡英文跟他之间的默契 是非常良好的 我相信一定超过 跟张晓月的默契 张晓月会有什么问题呢 终归在所有的这个 绿营执政的政府里面 所有的这些老男男 其实他们不是老男男 而是老官男 也不见得一定是男的 就是说 基本上他们是 可以放弃自己所有的理念 或者说自己本身是没有理念的 可以跟着这个政府的理念转 你才能够被留得下来 但他们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因为他们被独派的人士 贴上一个男的标签 所以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蔡政府里面 只有更加积极的表态 效忠 甚至有时候很多做法呢 会更加over 来显示我对这个蔡政府的 这个输成 我这个是绝对百分之百 效忠于这个蔡英文的 那所以他们有一些做法 就会over了 换上陈明通上来 有没有比较好 陈如志强刚刚讲的 头没有变嘛 所有政策 就为什么这些国安战队 拍板都是蔡英文呢 因为这些国安战队 执行的都是蔡英文的意志嘛 所以当蔡英文说 他说这个 他不承认九二共识 他只能承认九二历史的时候 那陈明通会预约他吗 更不要讲 在扁政府时期 大陆会对陈明通这个人 虽然他好像 对大陆那边的情况 是比较了解 对 好像蛮吃得开 学界关系还不错 对 但是你要知道 他曾经拟过 中国政策白皮书 而且呢 他还拟过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做中华民国 第二共和国宪法 所以在大陆方面 对这个人的解读 就是基本上 这个人是一个 法理台独的 一个push的人 只是说 他的法理台独的名字 用的仍然叫做中华民国 只是把他换汤不换 就是说把这个偷偷啊 把他怎么讲 借尸还魂啊 就是说借着中华民国 这个壳来实现 台湾共和国的梦想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人上台 你说会对对岸是一个 释出善意的表现吗 我觉得可能 其实包道格的解读 比较近乎准确 就包道格他怎么说呢 他说想强硬回击 北京 用一个新的方程式 用一个新的方程式 来取代九二共识 重点是 你的新方程式拿出来 人家接不接受 要知道陈明通曾经讲过 只要中国不同 什么都可以谈 那大陆的讲法刚好是 只要台湾不独 只要接受一个中国 什么都可以谈 由此可知 陈明通跟对岸之间的 两岸政策 其实是没有共通点的 我可以大胆断言 在这里呢 陈明通上来 未来两岸还是持续 不通不通不通 不过说到这两岸政策 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呢 他几乎要说服党内 让他可以继续做下去 那么换句话说呢 统一就必须在他任内完成 那么这个部分 对台湾来讲 势必压力肯定就越来越大了 两岸之间的模糊空间 也会越来越小 这是可以肯定的吧 沈大老 我觉得习近平如果 这个任期不受限制的话 两岸关系 这个回旋的空间会比较小 那硬碰硬的机会会比较大 因为刚刚志强有讲过 有任期制的元首 是有一个好处 因为反正四年八年 五年十年 反正任期一定会到 数面包 数馒头也一定会数完 所以困难的事情 好像两岸的统一 就太困难了 所以我只要不失分就好 那不失分就是说 我任内 台湾不能跑掉 那得分当然在我任内 完成统一 那这个太难了 所以他就要说 我任内 台湾没有跑掉 这个就大功告成圆满了 但是你既然要把有任期的改又改回去 没有任期的话 这个压力 这个包袱 或者是面对各方的这种期待 你就很难卸责 所以这个就麻烦的地方 不过反过来讲 也对台湾岛内 所有反中 反华 反共 反他们的体制的人 多一个振振有词的借口 就是说 你说一国两制 那我们不要 那我们不希望跟你统一的 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说你的制度 我们不要 所以这边更不想统了 那那一边呢 又有非同不可的时间压力 那这两个就难看 所以这种传统呢 习近平说要修宪 然后能够让自己继续干下去的传闻 就如同罗志强讲的 传闻了好久 尤其是大陆那边传过的消息 或者是反北京政权 而逃到海外的异议人士 这种传闻真的喧嚣直上 讲好久 习近平没有拜托我 我都替他解释 我说你们黑白说 你们黑白说 哪有可能 这个好久才出一个 算是也接近伟大的领袖 怎么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历史令名呢 我说他没像你所谓的反共 他最后说没 结果呢 我错了你知道吗 我作为一个政治评论员 其实我错误的机会不大 这个算是我错 幸好你不要去习他家门口扫地 这个算是我错 好那我觉得 我不晓得习近平看不看你的节目 如果是的话 这算是我最近最 最 当然不会是最后一次 就呼吁了 因为老公喜欢说 争今朝也要争千秋 那如果你在千秋留下伟大的名声最好 但是你如果说任期无限制的话 这千秋之明恐怕就要打一个很大的责货 因为你继续抓下去到底是好是坏 还不知道 我觉得他如果聪明的话 就说好吧 让你们这样拥戴拥戴 我享受一下 但是最后还是不要 我觉得很奇怪 我认为习近平做完十年下来以后 后面的接班人 虽然恐怕没有你那么厉害 那么英明 但是也不会差到哪里 你就放心 不要常常有这种 就是无力不可以 就舍我其谁 这个叫唯私人物随于归 你知道吗 说无力我会死 这样就对了 目前看来这个无限期连任态势底定 但是我们这边能做什么 参与政府能怎么样因应吗 也没有 我觉得我们的政策 不因为这个制度的改变 而会有多大的改变 因为我们现在连应付目前 因为他刚刚上任 他有四年多 你知道吗 四年加十一个月 我们这个都应付不了 我们不要想那么远 真的不用想 因为他们 你们刚才都讲 后面陈敏通 阿通筛 我觉得比张晓月来讲 他是比较了解两岸 也比较了解民进党的立场 他嘴巴也比较会讲 对对方的人脉也比较熟 所以同样的问题 他可以讲得有点天花乱醉 让大家觉得说也还好 张晓月因为不懂 他是不懂两岸 也不懂民进党 所以他大概每次需要发言的时候 他大概都是看看上面要什么 甚至稿子都写好了 然后照念 然后他照念有时候念得太生硬了 就没有感情的念 你知道吗 那老共就把它解释成不好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陈敏通的优点 但是你们都说怎么换 怎么换都没有用 因为头子不换还是一样 我认为不是换头子 是换头子的愿意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 但是这个头子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 基本上我是体谅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选举的过程中没有这样讲 所以我才呼吁说以后 每四年台湾选总统的时候 主要政党有可能当选的候选人 都要把两岸关系交代清楚 如果没有交代清楚 在政策辩论会的时候 提问人也要问清楚 比如说我们回过去两年前 蔡英文说我要维持现状 你们要问说什么现状 他说跟马英九目前的现状一样 人家就应该问他说 人家马英九有爸爸 人家马英九有这个统的传统 人家马英九有终极统一的信念 人家马英九有承认 有要九二共识 人家马英九去去了新加坡 这个你都没有的时候 你如何维持马英九的九二现状 我觉得提问人应该这样问 那看他这样怎么回答 如果所有的参选人 都把两岸政策讲得一清二楚 那读的也可以 他读了讲得一清二楚以后 他当选了 那老公怎么办 老公马上来打 对不对 你总要忍耐四年 因为这是经过选举的考验 所以这个大选的时候 两岸政策讲清楚 非常重要 是 不过沈大老刚刚也提到 也先不要想到那么远 的确 如果两岸之间一旦怎么了 何须费一兵一卒呢 我们连一张卫生纸都搞不定 这个周末出现了这样的景象 其实也算经典了 但你来看到 主要是因为国际纸将上涨 因此全国台湾的卫生纸 跟着就喊涨 因此你在各大量饭店 就在这个周末 只是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架子上空空如也空空空空 那么大家推车上面 满满满都在疯狂的抢购卫生纸 那么在第一时间呢 我当然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我想说 为什么要抢成这个样子呢 真的是涨价有这么可怕吗 后来才发现呢 包括我自己也想说 下班之后也去带一包卫生纸好了 我很怕之后 接下来没有卫生纸可用 好 这个比较可怕 好 但是呢 我首先先请教艳丽好了 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民众的一个预期心理吗 还是反映出民众在焦虑 但在焦虑什么啊 是对我们政府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想两者都有啦 那确实呢 因为这个媒体不停地报导 卫生纸的部分 极有可能就要调涨价格 而且呢 这个价格的幅度还不小 平均呢 至少会落在一成到三成之间 那当然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 包括公平会等等 也出来呼吁大家说 你们不用急着抢啦 因为呢 这个就是三月中旬之前 我们已经跟四大卖场 沟通跟讨论过了 三月中旬之前不会涨价 所以你们不需要囤货 好 问题来了 那事实上必须跟大家 厘清一件事情 现在呢 所有的这个 卫生纸的厂商都说 因为过去一年 原物料的价格 实在是涨不太夸张 所以我们没 我们没有 就不得不去做一个 调涨的一个价格的动作 因为之前已经没有涨了 好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价格确实 国际长江一年是涨两成 短江一年是涨了五成 确实厂商的压力是很大 那我也认为 那厂商在这个压力大 那获利被稀释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去做调整这个价格的一个动作 我想这个是不得不的一个下策 可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时间点这么巧 通通都是在三月中旬以后 要一起联合涨价 一起报 这是不是就是垄断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明显 就是一个垄断 我再举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其实事实上过去这一年 全世界通膨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甚至我在很多的演讲场合 跟我的文章里头 都把2017年定调为通膨元年 今年是通膨二年 那所有的原物料价格都在涨 包括呢 像千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买毛衣的一个习惯 羊毛过去一年大涨三成 可是请问观众朋友 如果我们今天去把货公司 去夜市买毛衣 你有发现 所有的厂商都是一起调涨价格吗 没有嘛 有的厂商他毛衣可能会调涨3% 5% 有的不会涨 因为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一个市场 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 本来他的一个运作的机制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换句话说 我认为在全世界原物料大涨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要调涨价格可以 但绝对不是联合一起垄断涨价 因为事实上会对 第一个 对这个民众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恐慌 这是一股莫名的压力 所以大家都想去囤货 第二个 当你卫生纸民生必须用品一起大涨的时候 你会带动其他的物价一起上涨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火锅店 那甚至前一阵子几个月之前 包括这个非常有名的头痛药 感冒药 也一起是大涨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我认为就说 卫生纸的价格不是不能调涨 而是太莫名其妙 那你就是三月中行一起调涨 所以我呼吁我们的公平会 公平会有说要查 那查出来之后如果厂商真的是有这个联合垄断的 联合涨家的一个行为的话 罚款坦白说也不多了 十万以上五千万以下 我就不相信我们公平会敢罚他五千万 所以这个阵子好大 对 好大 对那所以呢到底呢 如果真的到时候查出来有一个联合垄断的行为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罚的一个动作 我想公平会在这个时候 其实也要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交代 否则 否则现在大家都只听到这个公平会还有消防处说 三月中旬之前价格不变啊 然后呢 你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去囤货吗 那你有没有其他处罚的相关的一个配套措施呢 你怎么样保障我们民众的一个权益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马英九称之为油电价格合理化 但是呢当时这个价格一涨之后 蔡英文是第一时间跳出来批什么呢 你自己放火烧自己 这回归市场机制的做法 你今天蔡英文批说 要自己放火烧自己的时候 那我就会问 那今天政府怎么处理今天这涨价的问题 不应业力所说的 这一波涨价到底有没有鬼啊 我们看到了就是这市面上 我们叫出名字 所有的这个卫生纸的品牌 包括了这个市面上的各大卖场 预计三页中旬要涨价 那涨幅最高呢 几乎在三成左右啊 可是我们来看到哦 金工叫加薪 也不过才3% 可是你一涨卫生纸要涨到30% 好 更别说是这个 说今年这个企业加薪 这个企业科技业的部分呢 目前是最高的 大概有8% 好 也8%而已 可是卫生纸我再讲一遍 要涨到30% 好 那么刚刚呢 这个燕丽有提到了 消保处说 他目前所就是说查价之外 还有就是这个公平会查价之外 还有卖场的这个店已经排定了 在三月中之前价格不变的 那么这是目前我们听到 消保处的回应 那么公平会呢 当然现在当然也是讲一讲 就是要查价之外呢 还要看看有没有这个联合涨价的情况 也要查 好 可是看到这里 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涨成这个样子 那么消保处呢 却一句说 三月中之前价格绝对不会涨 这个师承他到底在说什么啊 这说的只是 这是废话吗 还是只是换句话说 而且这个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作为 对啊 我还以为消保处说这个 在蔡英文总统任内绝对不会涨 原来是三月不会涨 你知道吗 各位去回想 我相信我们可以调资料 其实这些厂商在许多年前 干过同样的事情 我们要涨价哦 结果就大家开始抢购 抢购完以后说 然后政府好像是政府这样 对不起那我们就不涨了 然后就问题是他怎么样都赢了 他的所有的货 架上的货工厂货全部销售一空 他这回可以赚多少 各位 为什么我们大家反应这么激烈 因为你知道卫生纸 卫生纸说原物料上涨 可是每次我们都说涨价涨价 涨价说它涨 然后国际原物料下跌 它理由不一样了 哎呀 我们的成本啊 人工啊 房租啊 水电啊 这国际原物料 只占我们成本的一小部分 要涨价的时候 就是占绝大部分 要叠价的时候就是占一小部分 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子 而且他们现在很会对付公平会 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个便利商店有一次 也是涉嫌联合涨价 我没有证据 因为有两家把茶叶蛋涨10块钱 有一家只有8块 后来我买了大概两个礼拜 这家这么便宜啊 然后后来两个礼拜过一天我再去买 它变10块了 它没有联合涨价 问题他们可能讲好说不要联合涨喔 联合涨会被处罚喔 就是这么回事 我认为政府的作为是要查说 你有沒有联合垄断 我觉得原物料涨价是涨价 可是政府到目前只说供需无余 这是不是也是牛头不对马嘴 不这叫废话嘛 我记得涨价跟缺货是两码事情 你还是国际原物料 还是会在供应纸浆嘛 你纸浆还是会做成卫生纸嘛 怎么会缺货呢 对不对 到时候一条卖2000块你也是买得到啊 请注意各位好朋友你们常常去买这个卫生纸 卫生纸也有一条200块的 也有两条15块的 也有一条85块的 也有一条75块的 每个价钱不一样 涨价一样 那些很多大卖场的自由品牌 他们的这些成本应该没有那么高 他们要一起涨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政府要查的是联合垄断 不是涨价这件事情 如果这次可以这样干的话 其他刚刚燕丽讲的话 各种物资都可以这样干 今天其实我们私下还在聊 目前台湾大家什么缺电缺水 缺工缺冰都没有在怕 可是一听到缺卫生纸 片刻不能等 所以是什么样的政府造就了所谓的台湾奇迹 这也算台湾奇迹了吧 我在看网络上一个消化很好玩 他就说什么 他说烟涨价我借烟 酒涨价我借酒 油涨价我不开车 电涨价我不吹冷气 卫生纸涨价我怎么办 怎么办 志强我们以前有时候用砖头 来到回复到砖头时 其实网友们其实也蛮无奈的 但是我觉得关键在什么 第一个确实背景上 有国际的原物料上涨的问题 所以涨价压力确实是算 但也显身两个部分 第二部分是什么 第一部分现在政府在处理的状况 有没有问题 第二是政府本身态度一致性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 你看这行政院消保处跟公民会 这两个就已经打架了 为什么呢 消保处我就很好奇 你怎么去判断说 大家已经都已经排定 三月中前价格不变 如果你都知道三月中前价格不变 那公民会知不知道 三月中前价格不变 意思是三月中以后大家就要涨 那就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算不算联合行为 因为我以前在公民会待过 所以我知道联合行为 有四个构成要件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水平竞争者 就是我是卫生产商 你是卫生产商 我们就是水平竞争者 我是卖场 你是卖场 就是水平竞争者 第二叫做合议 合议就是以契约协议 或其他方式合议 不必什么一定要有法律拘束力 只要有实质效果 我跟你扎个点睛 真的是在做一个意识串联 想要做联合行为的时候 你就构成了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要有共同的行为外观 就是真的造成涨价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 要足以影响所谓市场功能 这四个角度判断 这四个角度判断来看的话 你就看 那我们就大眼睛真的大 看三月中后 这四个事情有没有发生 但唯一一个 比较不容易举证 就合议这件事情 但其他三件事 坦白讲都已经 差不多是确认了 那你公平会不会查呢 很显然 你恐怕也不会查 那就回到刚刚施诚讲的 就是说 你从政府端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你的法律立在那里 到底是做什么用 因为怕你联合行为 不是说不准你长 但联合行为的垄断 时常在侵犯 所谓消费者的所谓议价权 所以因此 为什么公平会要管联合行为 是因为大家联合起来以后 消费者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已 那第二是什么 第二就是蔡英文自己 我们知道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马英九的那个油电双涨 马英九称之为油电价格合理化 但是当时这个价格一涨之后 蔡英文是第一时间跳出来批什么呢 你自己放火烧自己 那现在我就问了 当时也是国际原物料调涨 而且配合那个涨幅 开始回归市场机制 这种回归市场机制的做法 你今天蔡英文批说 在要自己放火烧自己的时候 那我就问 那今天政府怎么处理 今天涨价的问题 所以你本来就不照市场的规律 去看待市场的时候 你不容许所谓的价格 那种调涨的合理机制的时候 我们就同样用同样标准的检验 那今天蔡英文 你不就无法自圆其说吗 神奥 我觉得罗志强是念念不忘 马银九的委屈 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不能相提并论 因为如果是国际的紫浆 平均涨了百分之二十七 这个要涨个百分之十到三十 我认为这个还是合理 这个是第一点 那你如果说这个原油 加价格上去了 你加油站的加油不涨价的吗 这个是第一 还有你说羊群效应 我跟你讲一万只羊里头 总有几只会抢的 那一抢就造成这个假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卫生纸体积太大 但是它的价钱总价其实不高 我算过了一个人一年平均 需要的卫生纸的消耗的钱有多少 不到一千块 所以你如果涨完 才不到一千块 不到一千块 那如果涨了百分之三十 就是三百块 那除以十二个月 一个月就是二十五块 除以三十天 就是一天九毛钱 所以这个钱不算很多 但是你如果是源头的国际 纸浆的原料上去了 那谁来吸收这个东西 当然是可以涨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像这样的东西 政府到底要不要管 好像茶叶蛋 事成也有意见 政府要管茶叶蛋吗 政府真的要管茶叶蛋吗 要管联合涨价 对 联合涨价 联合涨价能够管吗 我告诉你 你们都说它是三月中旬以后要涨 这个就是联合总监的嫌疑 那我请教大家 那三月中旬提早涨的人 就没有联合总监吗 他也没有人那么傻 我要提早涨 提早涨都被人家骂死了吗 好 那大家都差不多同一个时间要涨的话 我说我没有总监 我要慢十天 那你慢十天的那个过程中 你十天 你不是所有的库存都被人家买光了吗 所以当这个涨价的原因是有源头的 是大家都知道只将上去了 这个时候大家要涨价的时间 有趋向同一个时间的可能 这个你能够用这样的证据说它是垄断吗 那你要政府干吗 那政府都不用管 当然不管啊 这个我认为这种物价 卫生纸的这种事情 查一单的事情 政府不能管 政府倒管了这种事情 这个政府就真的无所不管 政府就完蛋了啦 我告诉你 我要帽子被那个大佬骂法将的 可是问题是 这法律规定就是 你事实际上联合行为 你公民会就要查 那关键在什么 你看DN就已经排三月中 这个DN这么明确日期 没有义士联络 怎么会排这个日期 那义士联络一旦构成 合议 其实刚刚讲的四项要件都不重要 因为三项已经是成立了 所以只有合议这个要件成立 如果合议这个要件成立 联合行为就构成 那如果认为这个不需要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法律改掉而已 那另外我们刚刚讲说 所谓油店价格 其实大家去看 网友也很厉害 网友就是把马英九那时候的油价 国际油价是104块 现在是50块 但是你看到我们现在油价 结果还是一样 所以很多网友就说 那你当时骂马英九的涨价 是涨心酸 你现在油价掉一半 你也没有让我们 回归我们荷包 让我们能够少负担一点油价 所以这中间我关键谈的 其实只要是一致性 我也赞成大佬刚刚讲说 有些市场机制 其实我不认为政府应该干涉 但是不该干涉的话 就有两个一致性 一个就是什么呢 你过去前后立场一致性 第二就是 法律你还是要顾在里面 我觉得还有大佬 长朝明朝原物料大涨 就什么东西一起涨的 可是国际原物料 有涨有跌啊 国际原物料大跌的时候 我们没看出 哎呀我们联合降价 没听过啊 为什么 我在讲鸡蛋 鸡蛋这个市场 也是每年涨涨跌跌的 为什么超商都一颗十块钱 然后从八块敞到十块 绝对不会降价 为什么 过去几次公平会说 要查公平会开罚 可是真的查过几次 罚过几次 真正的被罚过几次吗 惠玲 好像是没有 因为你要定 就是说他们是联合垄断的 这个行为 这个认定标准 非常困难 我想这场很清楚 就是其实就像施晨刚刚讲的 我们这时候不得不回到 在第一次一粒一休修法以后 我们的行政人员发言人 徐国勇先生 告诉我们有一个定律 叫做物质不灭定律 这个物质不灭定律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今天因为这个一粒一休的修法以后 造成这个万物起涨 他说 那这个万物起涨 不会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的 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它的好处就是工资会增加 好 今天这个情况是什么 今天这个情况就是说 物价上去了 它永远回不去了 不管是施晨涨的 鸡蛋的价格是不是下来了 茶叶蛋的价格 永远都在10块 好 那茶叶蛋的价格 永远不下来的情况下 工资有没有涨呢 这边看得很清楚了嘛 就是说你的物价的涨幅 就是远远超过你的薪资涨幅 这为什么老百姓会恐慌啊 你不要说 我们老百姓 怎么这么傻呢 你看刚刚大老算 一个人涨 一年涨不过三五百块嘛 一个人多三五百块 有什么了不起呢 重点是 不是会只有卫生纸嘛 我这边就必须要讲了 我这边要批判一个东西 倒不是单纯的物价上涨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一个国安层次的战略问题 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政府 很奇妙的一点在于什么呢 在于它一天到晚 就心心念念的 就是要推台独 它虽然不敢法理台独 但是它不断地推文化台独啊 从各式各样来去中国化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实践台独嘛 但是你要实践台独的 这个前提之下 你所作所为是什么 比如说你去核电 你让台湾的能源自主消失 所有的这个要进口的 要依赖这个进口 我们进口能源 本来依赖度就非常高了 已经是98%了 结果现在呢 能够撑一年半的这个核电 你要把它消灭掉 为了你的意识形态 好 那我们再看日本怎么做呢 日本啊 早就已经定出什么样的政策呢 它的林野厅啊 它本来也不是一个生产木材的大国 但是它2009年定出个什么政策呢 要把木材的自给率 从27.8%提高到50% 那你说我们台湾 有没有经济领 有 我们至少有40万公顷 40万公顷的经济领 就算你扣除一些争议 我们算一半好了 20万公顷的经济领 为什么你宁愿把这些 所有的重要的物资 重要的战略物资 像纸浆这一类的东西 你全部由进口的东西 来操纵你国内的供企呢 你就是没有战略危机意识嘛 所以我就讲 这个政府是一个很荒谬的政府 除了以前马政府的时期 油店双掌那些人天天骂 然后这些人都失踪了 我们现在要携巡 现在物价通通涨的时候 你们怎么都不讲 台湾确实有一些老板 他会觉得说 就算我有获利还不错 获利也有些成长 可是他不愿意跟员工分享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要去抵制 来说像那个阿正诺包 这么有良心的老板 一千家里头有没有一家 我个人都要打问 新文化日线千惠画重点 画的是名声重点 万物起长 那么以后会不会连这个 祈福都要长 点一盏天灯来许愿 这里是非常美丽的 平息天灯节 已经被Discovery评为 世界第二大的节庆佳年华 的确观光客十年翻十倍 突破了641万人次 席卷了上亿商机 却也带来环境浩劫 因此商区业者 一直有在做 他们发起了回收天灯活动 拿残骸可以换钱 或者是换名声用品 而目前为止 回收率至少七成 那么在今年呢 更首创了天灯灾害账户 由业者定期捐款 目前已经有42间店加入 预计每一年会筹措 60万元来作为灾损 环保之用 但就怕业者接下来 无法年年负荷捐款金额 形同不乐之捐 那么会不会干脆 直接调整售价 转嫁给消费者 上百盏满在愿望的 小心天灯 冉冉升空 橘红色火光 照亮平息夜空 美丽场景 当然不止出现在元宵节 拿起笔 写下心中愿望 希望考试满分 也希望工作感情顺利 平常日的平息 同样挤满观光客 放天灯 就是他们来这里 最大目的 根据行北市府统计 2007年 平息观光客 只有60万人次 2012年暴增到157万人次 去年更创新高达641万人次 10年翻了10倍 天灯替山城 赚进观光财 也让不少年轻人回流 但大量残骸挂满山林 引发环保团体批评 商圈业者决定自筹灾害账户 现在我们刚启动 如果说刚启动了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自己吸收 吸收完了以后 然后如果说实在是太高了 那才会再去做调整 朝上天灯灾害账户 截至目前为止 一共有42间店加入 换到了绿色执政 然后呢 换成了卫生纸买不到 哎 连米酒都买不到 连蒜头都买不起哦 921的时候 连救难犬都没有 啊 连他都当上立委了 连晚上回家都不安全 连上下学 小孩子都害怕被绑架 什么 连HBO都看不到啊 连这些事都做不好 还说要给你安定的生活 换党 我们的生活咋有希望 现在又换回绿色执政了 那么网友说啊 开玩笑讲说 这一波呢 可以说是消化到一整套 完全涨价 怎么说呢 从吃了喝的之前 胖老爹炸鸡涨了 好 清心扶全啊 coco啊 这些茶饮呢也涨了 包括了晚餐吃小火锅啊 通通都涨价了 包括这个千叶火锅 标破600元 那么麻辣锅呢 晚餐的历假日 也要700多块钱 好 以至于呢 一直往下通通到了 我们要吃胃散 其实在年前呢 几乎都偷偷涨价了 最多调涨150块钱 还有包括到卫生纸 刚刚提到了 最多涨了30% 好 以及其他方面呢 日常生活当中 包括驾训班的学费呢 也上看 18000元涨了 还有呢 今天开始 汽柴油调涨了 每公升0.4块钱 这也是比预期涨的还多 好 那当然在台湾来讲 你也不能怪我们 为什么老是大惊小怪 因为你知道很多这个物价 一直涨不降的 这是在台湾 那这是什么样道理呢 艳丽 这个既然会涨 就是大家都在讲市场机制 那应该也要降啊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降价的那一天 对 呼应一下 刚刚施晨大哥提到的 就是说当国际原物料价格 在涨的时候 确实厂商就有很多理由 就是说因为原物料涨 那我们也是不得不出 这样的一个下策 但可是呢 当原物料价格下跌的时候呢 厂商也不会调降价格嘛 这就是其实我们所说的经济学上 有个学理叫做呢 物价有所谓的一个僵固性 也就是说当它调涨上来之后 你要它再走回头路 坦白说不太可能 那特别是呢 我们看到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去年其实这个贵金属的价格 然后原物料的价格 然后包括羊毛的价格 包括玉米咖啡价格 通通都是呈现全面大涨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它有它更源头的一个因素 包括中国大陆 印度人民变有钱了 他们要吃好的牛肉 要吃好的猪肉等等 所以所有的名胜污子 全部都齐涨 好 可是呢 其实大家会觉得就是说 物价涨没关系嘛 就像刚刚徐国有先讲到 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的发言 还是比较适合当律师 不太适合 可见他完全不懂财经啦 我的意思是说 他刚刚特别这个惠林有提到嘛 他说这个物价 对 这个物价上涨有个好处 会当到工资上涨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当然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物价 也在同步的上扬 可是呢 其他的国家薪资有上扬啊 相较之下 台湾其实有涨 可是呢 我们的薪资完全追不上 我们的物价 还有房价的一个涨幅 事实上去年日本的媒体 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全面性的一个统计 就发现说 台湾包括其他的一个东南亚国家 还包括东协 加重起来之后 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实 我们的加薪幅度 是所有东协国家 还有包括刚刚提到 东南亚国家里头 加薪幅度最烂 最掉车尾的一名 我们的加薪幅度 平均是2到3名 今年预估也还不错 2到3% 今年预估也还不错 2018 台湾的这个整体的 一般的商班族 平均的加薪幅度 也还有2到3% 可是问题是 政府还按住会到4%以上 4%我觉得困难度太高了 那这个2到3% 可能观众朋友说 不错啊 有加 但问题是你跟其他 东协 随便一个国家 有随便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越南 好几个省份 他们是强制规定 你每一年就是要调薪 8到10% 对 这是越南 那印尼呢 过去10年 平均的薪资的调幅 也是8到10%以上 更不要说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如果你把他们的社保基金 加冻进去的话 他其实平均每一年的薪资的涨幅是15到20%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会觉得说 没关系啊 物价涨 那我可以接受 但问题是 你要让我的薪资有同步成长的一个情况 否则呢 我永远追不上物价嘛 那我觉得更可恶的事情是 真的是更可恶的事情是 台湾其实有很多企业 明明获利不错 可是很多老板就会用各种的理由 糖塞就跟员工说 我们要共体时间嘛 你们也知道 这个一粒一休啊 水电啊什么什么都在涨 所以即使去年这个获利不错 但是我们今年要不要加薪 我们再看看 不好意思我要点名了 有一家这个公司呢 叫做神脑 神脑员工就爆料 老板在委牙会上呢 就说 如果你们通通都加薪的话 大家一起来失业 意思是说 如果全面加薪 那我们公司获利就会稀释了嘛 所以呢 那就会影响到 未来大家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机会 我想讲这样的话 就算是你的内心话 非常非常的不恰当 所以我必须诚实的点名 就是说 台湾确实有一些老板 他会觉得说 就算呢 我有获利还不错 获利有些成长 可是他不愿意跟员工分享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要去抵制 或者是说 我们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来去这个 去治这些企业 否则所有的上班族 还是依旧非常辛苦的一个状况 所以刚刚千惠说 蔡英文政府说 今年调薪幅度到4%以上 坦白说 像那个阿正漏包 这么有良心的老板 一千家里头 有没有一家 我个人都要打问 所以呼应艳丽所提到 为什么我们做民调 看到目前有6成3的民众 完全不相信企业会调薪 这就摆明了是这样子 所以沈大佬你过去也一向认为说 这个物价涨会带动薪水涨的一个正循环 可是显然目前这一块在台湾就是不适用了 讲到薪水或者物价 这个你再给我一个小时我也讲不完 因为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通常物价跟薪资是同步的 那我们台湾由于我们二三十年来 我们的体制是以出口为导向 所以朝野不管南绿 党政军煤传播 都一直要把我们的环境营造成一个低成本的 出口制造业的环境 所以这个低薪 其实是大家信头的一个默契 希望是低薪 所以现在低薪因为太久了 大家受不了开始骂 所以主张低薪的人也开始进来骂 因为这个多荒唐了 我告诉大家 昨天彭华南卸任之前的最后一天 他都讲 大家担心不担心通膨物价常常不会不会 他说光是油啊电啊水啊气啊还有健保 他说这个就占我们的通膨指数里的17% 但这个都不会动的 所以放心这个物价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我告诉大家现在大家受不了的关系是因为 大部分涨的都是食物啦 对 弄的价了 对啊 尤其是中午的外食啦 对 你知道外食涨的最多 我记得不久以前我一个便当50块 现在60 70 80 90 我现在从50块吃到90块了 这个非常可怕 这个非常可怕 而且90块里面还没什么东西呢 对 所以这个外食啊或者食物啊的涨价 让大家最心痛 为你薪水就是涨不上去啊 你看今年好不容易基本工资涨到140块钱一小时 那是什么概念 140一小时 如果你一个人一天做 一天做五小时 700块钱 你做十天两个礼拜你还拿只拿到7000块钱 还有这个CPI就是说通膨指数 比如说房子 房子的房价是涨了 但是不在CPI里头 它是指包括租金了 他说他认为是 你没有房子的人来租房子 这个租金是一种消费 但是你资产的增值不是很消费 所以这个政府一定要 通常是这样的 这个物价先涨薪水跟上来 在等待他跟上来之间的一种挫折 跟那种那种在欢乐 欢乐我们的人民非常有焦虑感的时候 政府要有这个本事 给大家一个安心 就说这两个是同步的 你们要欢乐 这要起来 你不能只说天下哪有这种说 我薪资涨 我教育不涨 没有这种事 但是两个同时涨 对大家是好的 但是政府就是和明星脱节 给我们那什么数字 说什么失业率17年来最低 台湾政府不要越好 对啊那家屏东西讲 什么失业率 平均上我们经济成长 就大家没有赶 大佬 我同意你 物价涨薪水就应该要涨 可是我们物价涨很久了 所有的物价都在涨 你也感受到了 我你们薪水就是涨不上去啊 你看今年好不容易 基本工资涨到140块钱一小时 那是什么概念 140一小时 如果你一个人一天做五小时 七百块钱 你做十天两个礼拜 你还拿只拿到七千块钱而已 我跟你讲 如果碰碰人下来 那已经下来了 那后继者就是汇率不要管那么紧 汇率上去啊 薪水就涨了 不是 我告诉你 问题是 你这个前端这个部分 可能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或汇率的上涨 可是那个加薪 那一段逻辑到现在没有呈现 大家会害怕 所以大家只看到了物价上涨 而且一直在涨 刚大老师说 一天涨久嘛 我记得一个讲相声 进去一个看戏的地方 结果呢 门口也要钱 座位也要钱 然后呢 唱戏唱一句就拿钱 拿的都同一个人的钱 唱一句拿钱 所有的要钱 都是要我们这个消费者的钱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是我们的薪水涨不上去 所以这就是 这叫痛苦指数 为什么越来越高 问题就是关键就是在于 人家不相信这个政府 可以把经济搞好吗 不管你是两岸关系 关系到这个台湾对外贸易的 这种所谓的